浪姐四一公录完了 谢娜组排名第一 徐怀玉旺动作 五人淘汰 浪姐作为芒果旗下的大AP 从第三季开始到现在 除了受到了一些非议之外 大部分都是正面的评价 所以 大家对这一季的期望依旧很高 因为浪姐四的第一场早就录好了 所以 关于姐姐们上班的照片也被传得沸沸扬扬 所以这一季的演员名单并不是什么秘密 谢娜 陈佳化 贾靖文 孙月 徐怀玉 宫林娜 蔡绍芬 张佳妮 朱朱 李采化 邱慈炫 虽然少了一个意外的天后 但是这一季的阵容还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比赛规则 浪姐四很可能会重新回到上一季 4月17号 浪姐四首次公开演出结束 不少参加过直播的人也透露出了一些消息 虽然不是很详细 但是从赛制 到分组 到歌曲选择等等 还是有不少消息透露出来 散至上 33名姐妹被分成了9组 分别是5人组 4人组 2人组 每一组都有3名姐妹 同样的一组会进行PK 赢的一组全部进入下一轮 输的一组不确定 最后会有5名姐妹被淘汰 谢娜组5人组全部出现 陈佳化4人组 4人组全部出现 卢靖山2人组 4人组全部出现 至于第9组的最终名次 则是谢娜组 陈佳化组 刘毅云组 卢靖山组 宫林娜组 孙玉组 徐怀玉组 蔡绍芬组 徐靖云组 3人5人一组 队长谢娜 黄丽玲 曾可妮 吴倩 刘亚瑟 周杰伦的一首龙拳 这是一首国风与武侠结合的歌曲 融合了中国鼓声和水上舞蹈 气氛很热烈 黄丽玲的Vocal 曾可妮的舞姿 都被观众们赞不绝口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话题女王的谢娜 她的人气很高 一出场就是一片欢呼声 在投票环节 她还给观众们送了一份菠萝蜜干 5个女孩子都很会拉票 互相接吻 再加上她的歌曲本身就很受欢迎 舞台设计也很有特色 再加上谢娜的人气 她拿到第一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队长刘亦云 曲颖 朱朱 丽莎明子 吉娜 这是一首流行的英文歌曲Croblem 刘亦云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 曲颖的Vocal让人想起了江颖蓉 朱朱的气质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吉娜的表演更是出乎意料 甚至还带着几分说了几句话 丽莎明子也是如此 观众们说 他们这一队的服饰是以黑白为主 既不张扬 也不低俗 舞姿整齐划衣 整齐划衣 之所以会输 完全是因为谢娜这一队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 特别是谢娜这个队长 孙玥队长 陈斌 谢新 邱慈炫 王嘉宇 许慧欣的那首孤单芭蕾 据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完成了五个人的表演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巨大的芭蕾舞照片 挂在大屏幕上 至于个人表演 孙叶被称为唱歌牛X正 她的嗓音太大 让人听不见 陈斌的嗓音也很好听 谢新的表演很精彩 额头上的汗水都是肉眼可见的 邱慈炫虽然唱得很普通 但是说出了一个品儒词 状态很好 脸蛋也很漂亮 王嘉宇的存在感很低 三人四人组 队长徐怀玉 贾静文 陈奕涵 李彩化 陆灯下的小姑娘 虽然是一首很受欢迎的歌曲 但也有不少瑕疵 比如衣服就很难看 是贾静文无法驾驭的老师复古风格 比如舞姿不协调 就是剪辑效果不好 就像徐怀玉 在比赛的时候 忘了自己的动作 完全跟不上节奏 甚至连队伍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要知道 徐怀玉参加浪姐四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真要上了 他肯定是最先倒下的 除非芒果给他面子 让他再录一次 否则就不会有他忘记动作的戏份了 徐怀玉这个队长 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所以才会在浪姐的豆瓣上被人诟病 蔡绍芬 凯莉 汪小敏 赵丽娜的组合 演唱的是一首网上流行的主题曲 《以爱为求》 这首歌几乎没有任何舞蹈 只有一些简单的声音 灯光 灯光 在节目播出后 也许会有粉丝抱怨不公正 大家都说蔡绍芬的头发不够漂亮 汪小敏和凯莉长得很漂亮 赵丽娜却觉得似曾相识 整个节目都很普通 唯独蔡绍芬这个逗笔 在投票的时候 她一个人说了很多话 凯莉在投票的时候脚下一滑 从台上摔了下来 赵丽娜连忙跳下来将她扶了起来 这也是一次小意外 队长陈佳化 知福 吴茜 张佳妮 这一群人 唱的是一首越南流行歌曲《三RTNH》 而这首歌 正是最近在网络上很火的那首歌 这一队的舞蹈是越南热带雨林的风格 贝壳 岛屿 椰子树 应有尽有 没有一个人托你带水 陈佳化的歌声很是沉稳 所以人气很高 而张佳妮的容貌也很是出众 在投票的时候 她还唱了一首Sugar Star 让所有人都沉浸在了回忆中 所以 他们四人的第一名 也是理所当然 三对二 队长卢靖山和刘希君演唱的是张学友的一首吻别 舞蹈虽然简单 但配上大荧幕还是很漂亮的 刘希君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 卢靖山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两人都很沉稳 刘希君的人气也很高 在投票的时候 两人更是手挽着手 被主持人称为郎才女帽 很有可能成为浪姐四的第一对情侣 作为队长的 宫尼娜与美伊丽雅一起唱的是周杰伦的那首《花海》 后来因为看在美伊丽雅的面子上 该用中 日两种语言 被人抱怨说 每当她要跟着唱的时候 月文就会冒出来 让人觉得很不爽 两人都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 不过美伊丽丽的要漂亮得多 两人站在一起 就像母女一般 宫尼娜在投票的时候 跳了一支天堂 还唱了几首她喜欢的歌 作为队长的许静韵与唐伯虎 演唱的是刘伯欣的那首《佳人》 舞蹈是两人组合中最华丽的 歌词则是中英两种语言的混合 演唱的还算不错 不过因为最后一位登场 很多观众都提前离开 所以他们的票数并不占优 所以两位歌手的人气并不高 按照一公赛的规则 六组中有五人会被淘汰 而且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虽然没有具体的结果 但是网上已经谬传开来 孙岳的队伍王嘉宇 陈冰 许静韵队唐伯虎 蔡绍芬的队伍凯丽 孙岳的队伍谢心 都已经退出了比赛 从人气上来看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果 但孙岳的队伍一口气被淘汰了三人 二宫的队长之位恐怕也保不住了 总的来说 浪解四的亮点还是很多的 比如两个人的第一次组合 还有一个让人期待的投票环节 就是歌曲的选择 服装的选择 都是有争议的 也不知道赵赵在这方面 到底有没有发言权